- 近几个月来,中国海军动作不断,各型军舰如下饺子般般是获福役,将中国海军提升,这一个新的高度。 - 自八月以来,我国有两次万吨级军舰下水海市,至今一直先动着证明们的心,那就是我们的002航母与055大区,如今又有了新动作,去国内媒体11月1日报道。 - 月前,002号航母于10月28号,开启了第三次海市,当天大连船厂响起了鞭炮声,002号航母的舰道上,也挂起了设航的旗帜,甲板上还停放着一架兼15战机的全尺寸模型。 - 另外随之出海,的还有一艘89号综合保障船,002航母刚出海,与此同时055大区,也紧跟其上,开启了又一次的海上试验。 - 这一次,055大区急速前进,在海上上演了一次高速航行,要知道,055型导弹区逐渐,又被称作航母的带到侍卫,在航母作战群中达附近作战域防御等重要任务。 - 据悉,055大区此次出海高速航行,被网友拍下了精彩的一幕,只见055大区乘浪而行,神气十足,另外舰手十分亮眼。 - 大折型以及封闭式舰手设计,以及现代化的锤帕系统,意展中国海军新一代驱逐舰的风采。 - 055型导弹驱逐舰是我国第一款在平台与设计理念,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舰船,即公路、防空、反潜、反导、反舰及电子战能力于一身,是一款综合性强大的驱逐舰。 - 要知道,055大区还具有隐身能、力,并有着远、中、近三层防御网,是我国首次在设计上,实现远程工防舰备的大潜力、优秀品牌。 - 另外,055大区,还有着先进的锤帕系统,有着前64,后48,共112单元的通用锤帕,客舰容个性防空导弹、反舰导弹与巡航导弹,并集火控雷达、电子战天线、导航、通系等设备,于一体化为杆之中,提升了055大区的隐身性能。 - 如今,055大区一号舰,正在急速向服役迈进,第二舟也传来喜报,已经完成了初步建造,正在将南造船厂接受下水西装,另外大连造船厂也展露了055大区七号舰的三大分段。 由此可见,我国的055大区,正在快速崛起,成为中国海军新主力,与航母舰队一起展现作战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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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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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